欢迎来到南洋商报川普堂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苏加坡数字证券平台ADDS 联合创办人兼总预运长刘炳杰先生 他也是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的前副总裁 我们很荣幸今天可以邀请到他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的主题就是年轻人如何做好退休的投资 新加坡人将ADDS称为私募证券交易所 而ADDS当初成立的初衷和理念就是为每个人创造支付的机会 邀请主先生在这方面的具体的计划跟进展 ADDS的成立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 今天个人投资者可以在大马交易所 新交所SGX或NASDAQ等等投资上市股票 但是公共市场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是私募投资市场 个人投资者很难进得去 因为投资门槛很高 可能一次就必须投资一两百万美金 私募市场投资的风险和回报往往比较高 这些投资可以帮助投资者分散投资组合 并获得更好的长期回报 因此在理想情况下 你的投资组合里应该有一些公共市场的产品 和一些私募市场的产品 再过去防止你以这个方式投资的主要障碍是科技 私募市场无法服务太多的投资者 私募股权 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 可能会为二十或三十名投资者提供服务 他们的流程也是太人工化了 他们无法应付一大批客户 但是在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了区块链技术的兴起 它允许证券与数字证券的形式发行 数字化可以使整个证券周期的流程 变得更加高效 这可以帮助私募市场对个人更加开放 Aidex看到了这种潜力 我们成立于2017年 我们建立了一套技术和基础建设 并于2019年进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的金融科技沙盒 2020年初 我们从沙盒里成功了毕业 获得了运营数字证券交易所的完整牌照 我们已经在平台上为了投资者推出了20多种不同的投资产品 我们目标就是建立了一个资产平台 成为私募市场的Amazon或者Alibaba淘宝 你如果登入你会看到了不同的基金债券或者是股权产品 你阅读了说明以后看看你是否对发行公司的业绩感到满意 是否对这些资产以及投资期限感到满意 如果满意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 以一万美元的单位购买这些四五个市场的产品 你的策略就可以在这个方式仿效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 这就是ADDX的使命 你们的投资很多样的话 那么ADDX如何把这个传统的投资工具就是investment instruments 好像基金啊,债券啊,股票等等 如何通过他刚才你有提到这个区块链这个blockchain 那么如何把它这个技术 Tokenize 转为这个智能的合约来降低投资的门槛 数字证券就是使用区块链技术发行的证券 这就是说不会与直制的形式存在 它们只存在于电脑的区块链系统内 我们之前讨论过传统证券的操作是相当人工化的 许多员工必须跟踪每一个投资者目前持有的证券数量 通常使用电话或者是Excel等等的电子表格 这是非常昂贵和低效率的 如果我们使用区块链时 这些步骤可以自动化 无论是股权的分红 或是债券的利息 或是证券的二次交易都可以自动化 因此ADDX能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进行证券的交易后服务 这是我们能够为购买证券 金额较少的客户提供服务 如果监管机构不允许的话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许多国家的法律仍然规定 证券必须是指质的形式存在 在国际上新加坡的监管机构 MAS在这个问题上是领先的 MAS的立场是 制度证券的监管制度 相同于传统证券的监管制度 出于这个原因 新加坡已经渐渐的成为 数字证券发行的重要国际中心 新加坡也因此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创新 那么我们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年轻人在退休投资跟规划上面 那么他们常有的MAS 就是那个MAS 跟常犯的错误 他们常犯的那些MAS 有哪一些呢 那么ADDS如何在这方面协助 年轻人做好退休的投资 投资者群体重有两个极端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比较年长的投资者 都有两个极端 有一些投资者过于保守 他们不投资 更愿意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 和定期存款的账户 每年只赚差不多1% 或者0.5%或更少 对于这个群体 他们需要提醒的是负利息 也就是compound interest的观念 第二个极端 是那些承担太多风险的人 我知道有些人几乎将所有的 他们的存下来的钱 都投入了那些 加密货币 如那些Bitcoin Ethereum 等等那些Coin 我认为 这些加密货币是一项不错的投资 但加密货币的波动性很大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上涨或下跌 差不多50%还是70% 对于这个群体 我们要提醒的是 多像化的投资 可以帮助你分散风险 我们鼓励投资者谨慎地持有不同的资产类别 不同地理区域以及私募和公共市场的多元投资产品 今天非常感谢刘先生给我们很精彩的分享 有机会我们再来进行这一类的这一种访问 谢谢刘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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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